現在有兩個數,一個A,一個B 如果A大過B,那以下哪句是對的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因為第一句就一定是對的 A大過B,即是A減B大過0 第一句基本上是正確的 第二句,A2是否一定大過B2呢? 不一定的,你特別考試這些條件 如果A大過B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一個正數,一個負數 看看有沒有問題出現 例如A是正1,B是負1 那1就大過負1,對吧? 但如果你選擇Square之後,1的Square是正1 負1的BracketSquare又是正1 那兩個是一樣的,就出不到一個不等式 所以Statement2是不對的 因此你看到,有2的句子都不對 你就做完了,OK? 但Time就是Statement3,對吧? 如果A是正1,B是負1,一樣 A大過B,但A乘B,即是1乘負1,就是負1 而B2就是負1,BracketSquare就是正1 所以反過,A乘B比B2 即是跟題目的條件矩矛盾 或者和題目的句子矛盾 Statement3是不一定的 因此,Statement1還很正確 Statement2,和Statement3都 nah southwest 因此答案就是A Statement1假設錯 感谢观看